接下來我們要對F的MMA幫各位做一個更清楚的說明 後面有個滑車實驗會要用得到 特別要用到 它包括以前幫各位解釋過那個假推理 你可以講一次過這個想法 F的MMA裡面有一個F F就是外力的合力 要合力喔 它受五個力是這五個力的合力喔 如果你只挑出其中一個力或兩個力 它就只有那一兩個力造成的影響 就不是它會產生的實際的效果 所以這F要是外力的合力 M就是受力物體的質量 一個問題問自己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叫做誰受力 那個誰 那個誰的質量 誰受力 你所看到那個誰那個誰的質量 就是你的受力物體的質量 是你的M 然後呢 A 就是能夠量得到測到加速度 以前 特別上有做實驗的時候 要你量距離測時間 然後你就可以算 你然後出數是0 你就可以算一算 算出來那個加速度是多少 就是這個加速度 你量得到測得到的加速度 剛才 我剛才講說你五個力 你只挑兩力來算 那麼就是這兩力的貢獻 但那個A就不是它真正的A 不是它真正的A 那個A 所以要注意 F是外力的合力 M就是你所考慮的受力質量 A就是大家有沒有看到的加速度 好 所以題目上說有個質量5公斤 所以它告訴你施力10牛頓 它的加速度可能不是2 為什麼 因為有別的力 你就有摩擦 所以你不可以直接帶 如果題目上是可以由數據數算出A的 那個A才是真正的A 不見的是你給你的F這個A 不見的 因為F不見的 所以可能題目會說 摩擦力有多少 它有摩擦 然後它有摩擦 所以要注意算 好 這一題 有個力量呢 向上的力量是3牛頓 向右的力量是4牛頓 請問你加速度有多少 就是要告訴你 那個F叫做合力的意思 F的MA F是外力的合力 F是外力的合力 M就是你所考慮 要玩那個球啦 那個球是你要考慮它就它的球 它受力的質量 A就是能夠量到做它的加速度 那麼根據B式定理 合力多少 345嘛 對不對 所以合力叫做5牛頓 所以不是用3算 也不是用4算 要用什麼算 要用5來算 聽懂嗎 當然是外力的合力 5牛頓來算 那就很簡單啊 它有力量有質量就可以算加速度嘛 可以帶進來 有力量有質量帶進去 F的MA 然後這樣子 A就是1 A就是1 這就是我們的立體 強調 這叫做外力的合力 外力的合力 F是外力的合力 可以嗎 可以